朋友們 非公子妹們 大家平安喜樂 剛剛唱首詩歌很釋放嘛 破了都有人臉老虎嗎 唱歌唱歌老虎 明白了 講話題 我的名字叫做范凱燕 我是1972年出生在台北市 八二年代十四會所 就是在石牌受盡 那麼87年離開了照回生活 九九年我拜師修煉法術 年也沒結婚 五年恢復聚會 那大概就是我的光景 就是這樣子 那或許有些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受盡呢 然後還會去拜師修煉法術呢 其實這中間就有一段故事 那其實我練受盡之後 那五年中間 因為我是小學四年級得就 所以等到我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在那裡聚會 因為在那五年當中 我在教會裡面 我就是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吃飯 吃飯啦 第一件事就是吃飯 第二件事情呢 我就是打乒乓球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年輕人很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年輕人很 時常 很盛行的運動就是怕瓶痛啊 對吧 跟我同年期應該都有些回憶 美好的回憶 那時候我連聖經都沒有得過 所以我啊 好像說我得救了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我不像個經典 因為聖經都沒有 所以你看都沒看過 好啦 那 後來最八七年我就離開了 教會聖經 九九年我就去拜師 那為什麼去拜師呢 是因為我生下來 就好像有點跟我們平常人不太一樣 我這樣聲音會不會太大 不會啊 太小聲啦 那如果這樣子 開始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後來會去拜師呢 是因為 我小時候有一件事情 是我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麼這個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生下來好像跟別人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我們小時候 小時候會說過的時候 甚至是爸爸還是媽媽 對嗎 等到我可以說阿姨阿姨的時候 會奇怪 奇怪 我開始朝回家裡的一個地方 一直叫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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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到我媽都覺得很奇怪 奇怪 這孩子是怎麼打他拼 這樣就沒人家了 那他一定會叫阿姨 不然還沒事 等到有一天我爸回來 我們爸爸 阿姨 阿姨 叔叔 我爸就說奇怪 我一人回來 你叫叔叔在中間 所以阿 那個時候他們才注意到我的問題 才開始很正式來看 很奇怪 那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只要警告你 你哪有虛無虛 別胡亂說話 我都覺得 我很有羽毛的小朋友 為什麼還有被這樣指責呢 後來到了比較大一點 小學我又年級了 懂事了 我才發現阿 我看得到其他 我的同學 看不到的人 我才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我看到的人 我同學都看不到你 我才知道阿 我才了解 我看到的不是人阿 你們知道什麼喔 你們不知道 我今天都在動作 你們會嚇壞 會嚇壞 你知道嗎 沒有啦 沒有看到不是人阿 所以呢 就那一天開始 我回到家 我的生活起了莫大的變化 什麼變化呢 剛才我聽到那個阿姨說 還記得嗎 我們家那個阿姨 就在我知道她不是人的那一天 她就 在我睡覺的時候 我躺在床上 小孩子要把耳朵關起來 我就躺在床上 她就從她所在的地方 第一次離開了 離開的地方 第一次離開 去哪裡 來跟我說 晚安啦 就這樣飄進來 就這樣跟我說 妳要睡啊 我身在那時候嚇壞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二天 晚上我 我其實準備好 她可能會來 但是我不曉得她會不會來 所以呢 我準備好什麼東西 我準備好拳頭 她如果來我去打 結果呢 那阿姨真的又來了 我也真的要打 但是 打沒有 但我知道她不是人的時候 她不是知道多痛苦 因為我怕老的 你在學校 在我家裡 不管在哪裡 都看到對 我知道她不是人 她是一個 痛苦的 塞 人 真的 黑痕 所以我那時候過了一個 非常沒有安全感的生活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被她嚇我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被這些 不是人的作弄 所以我從小都活在一個 沒有平安的生活裡面 可以說我的生活在那時候 是非常黑暗 不像我們當唱師哥 我也要好喜樂啊 對不對 平安喜樂 滾滾浪 那時候根本都沒有 我那時候好像不會在黑暗當中 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在她說 小學四年級得救的時候 我想說可能會有改變 心裡還說可能不知道 什麼改變 這叫 沒有 我也同樣看我 所以我就覺得很失望 就繼續 過我的生活 我媽想去教會 我就去啊 去做了兩件事 就是打杯瓜哥跟吃飯 這就是我的五年的 基督徒的生活 可是我不認識主 我也沒有讀過聖經 一直後來到了在籍的時候 大了 哇 才發現到喔 另外有個世界 是這麼的美好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我在說什麼 我最近喔 大廚小廚喔 師父都在教的 我就在那裡去找你的師父 因為我看過了 所以說喔 那師父在那裡 他們說我不能從什麼 我看都看過 我才會說哇 這會不會是我的解決之道 後來有一天喔 我那時候的一個公司的老闆 他很喜歡拜拜 告訴我啊 哪裡去就哪裡去 有一天呢 我們的同事啊 他買一幅 這個畫 女人的畫像 他買那女人的畫像回家 掛在手啊 半夜呢 有一天的半夜 他啊 去上洗手間 回到房間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哪裡有點奇怪 他說不上來 他想到 他買那幅畫裡面的女人啊 沒有效果 但是他剛剛去上廁所回來 看他在那裡在笑耶 就想說欸 還要來看看 他就真的驚慌來看 我還沒殺到我了 他看他去上廁所 真的會穿耶 哇 我還說 聽到他們回家 不是回家 回家裡 那裡在那裡 整夜都不能睡 一到早上趕快打給他姐夫 因為他姐夫常常在跑廟 他說 他说姐夫家里不对 怎么办 他姐夫就会介绍一个台北市有名的 赶滚师傅 请他来家里看 那天他特别请假 在家里面 然后请那师傅来 我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反正他一连三个晚上 每天晚上都去看那个女人 也会在笑 还好 都摸别球 他就把这个师傅 介绍给我们的老板 就这样 我们老板就说 好 这么有这个厉害的师傅 一定要来去看啊 就这么样 我们就几个公司里面的人 就到了那个师傅那里去 那个师傅 我刚到那个时候看 哇 真的 这师傅厉害 厉害的就是 我的书子的时候 没有他们的书子 坚弓相像的 虽然说 没有百岁千了 但是坚弓相像 真厉害 我看着干净 我真的哭哭 哈哈 这样打 那整个干净 我那时候看到我心生羡慕的 很乘气 说 哇 这师傅怎么这么厉害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 我就是心生羡慕的 等到我去了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的时候 我也忘了 那个师傅就说 凯恩 你要来拜书了 我说是怎样 我说是怎样 他说 你后边删两枝就有枝 他听得懂吗 后面插两根令旗 我说 啊 令旗 我就一直看啊 师傅说 你看不下 我说那是干嘛的 他说 我是灵子降世 要来及时救人的人 我说 师傅 我的理想没有那么的崇高 都要及时救人 不是想要解决我的问题 想说 你是什么问题 我说 我自小孩有几屁股 我可以把他屁股回来吗 真的啊 要是你们 你们会想要把他欺负回来吗 一定啊 不会啊 人生不会啊 真的被他们欺负太久了 我对人家说一口怨气 所以我那时候问师傅说 我可不可以把他们欺负回来 师傅说 你跟着我修就绝对没有问题 就因为他这句话 我就九九年了 我就跟他拜师修炼法书 他在这边大概交代一下 我的师臣是哪里 我师臣是杭州普罗山的观音佛祖 观音佛祖啊 不知道你们有听见吗 观世一男子一世 观音佛祖是男子的是冠鬼的 你了解吗 你了解吗 我老师有个口怨气 那你刷过就好 然后呢 我们是主要修十二道金生 十二道金生 来 金生越多的法定就越高级 那或许啊 我真的是零子降世 我忙在书学内说 我在山林内我就修了四个金生 那么这四个金生能够干什么呢 比如说你来 在我有四个金生的时候 我就在庙里是拜理师父的 师父不在的时候 我就是师父 那么 有些人会来问东问西嘛 对不对 那很简单的 你要把你的姓名给我 我一个金生啊 就可以到音符去调你过去的资料 那么你柱子给我 我就一个金生可以到 你的柱子那边去看看你家里 去谁看看 你看看你家里出什么问题吗 这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不用告诉我任何事情 我都知道 这是一般啊 师父都应该要有的法律 我不知道你多个书 差不多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也可以 在那个时候啊 看起来好像不错 对不对 的确啊 在那个时候啊 哇你看 柱子里有教授 我这算不错了 你们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说 今天怎么办 但是说喔 你们可以相信吗 我在那个时候 比我在修炼法座之前 还要更无助耶 还要更没有平安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时候我修炼法座之后 那时候我修炼了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我本来 练法座是要干嘛 把鬼欺负回来的 可是呢 等到我有了法座之后 的确小鬼我会怕 可是却来了比小鬼更厉害的 等到我修法座 可以把比小鬼更厉害的鬼处理之后 来了比那个更厉害的 换句话说 永远有我赶不完的鬼啊 那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吗 因为有鬼我没有处理的耶 所以说 我说很奇怪啊 我就去问师父说 师父啊 我说我永远赶不完的鬼耶 我师父就跟我说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修得像我一样 有十二个精神 那像我这样就必须都不用拼了 结果我师父讲这句话 他自己破功了 我跟我师父六年半 在我跟他第六年的时候啊 我们 我就先讲在前面 我们去啊 南部出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那么当然徒弟要先出马啦 我一出去了 没多久 那对方太想 太厉害了 我马上就回来 回来啊 还看师父捐名 你看 那有多丁丁耶 师父捐名 师父就就出去 不到一分钟 舅舅都回来 老公开了 拿去拿走 我真的感觉很累耶 我想说 我师父去的台北 厉害的干滚师父了 好歹 他咋力很高强 结果竟然以为他没有办法处理的鬼耶 赶快 我一开车就趴 师父俩就跑了 我心里就在想 我师父跟我讲过说 像他一样这样十二个精神的 就不用再怕鬼 可是今天就没有碰到啦 所以我顿时绝望 我想说喔 我还是要怕鬼耶 只是我不知道那个鬼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让我碰到而已 第二个问题 就是啊 比如说我们生下来从小 传统文化业务观念 我们有些来拜洗免的对吧 我相信大家都是拜神明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到了这个能力 我有这个四个精神法力的时候 我可以来命令神明 比如说我之前拜万一佛主为师父 那现在我有四个精神之后 我也可以吩咐他去帮我办事情 诶 奇怪喔 我就问师父说 为什么我师父解释是这样 就道教来讲 我稍微待过一下 道教来说啊 人过世之后到了一间啊 审判官看他身前是个好人 那么他就说 诶 来来 你身前是好人 来 现在刚好 巴黎现在在这边 这什么地理 巴黎 龙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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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业业 龙业业的土地狗有出缺 来 你去龙业做土地狗 真的 市民是按土地狗开始做铁 你如果土地狗做得不错 会升官 做什么 做铁锥 做铁鸚 然后慢慢这样一挤一挤 升上去 神明是有阶级的 那么 你不管 但是呢 他们是死后才去修炼的嘛 因为他们身前是好人 他们也有修炼什么啊 他们死后才被封为神明嘛 那么神明之后 善良性理来拜拜 他当然要帮他处理事情啊 所以他选择修炼法术 所以他们是死后才修的 那我师父就说啊 这些神明死后就修的呢 虽然他的质疾很大 但是格位呢 比我们在世修的 永远都还要再想 所以不管他做到多高的神明 他的格位都比我们在世修的 都还要想 所以我们等到有赤费金身手 就先命令他了 这样子也明白吗 我一听到这个事情啊 我就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比神明还要大 我感觉这开始也不错 我比神明还好 我就是这样 让我了解 但是等到我 各位师父第六年时候 发生这件事情 就是啊 他有十二个金身 他也有鬼 没有办法处理 我就整个都绝望了 我那时候想要脱离耶 那时候想要脱离 可是我脱离不了啊 我那些观音口所 都跌倒在我后面 说好这些是过后 说得太疼的 诶 两条条都没法打开 金钱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那时候好像陷入了 一个漩涡一样 比以前还要更不快乐 更不开心 我真的没法形容 那种黑暗的漩涡 那是一个失望 绝望的漩涡里面 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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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人家说我怎么办 我不好年轻是没法的 我换得好但我年轻还好 真的 但是在那时候啊 有个涨机出现 就是我母亲在那时候恢复聚会 因为我离开教会生活的时候 后来我们家搬到淡水来 然后我先做淡水 我妈也都没有聚会 但就在04年那一年啊 借着天弟兄姊妹的恢复 我母亲啊 就在淡水恢复聚会 她还把我进行交通给弟兄姊妹 很多人在那边为我带导 我也知道 因为啊 他们很常邀请我去参加聚会 但是你想 我是一个道教的师父 怎么可能去参加聚会 有一天啊 我妈不知道怎么样 哪里来的聚会 她说喔 凯恩 你带我来聚会 但是喔 你得到反正了解 我等我半天 我要办事 办事 我 做回是半天 你等我 咱们又带我去办事 我说好啊 我就在她到那个聚会的楼下 我母亲说喔 老板就落了 那时候是夏天 要带你去 想想也对啊 我就上去 没想到一上去了 哇 二十几个弟兄姊妹 就这样围过来 帮我翻堂围住 然后说喔 台湾你摆不就行啊 我讲好多 我都忍住了 但是有个弟兄讲一句话 我认识到 你说喔 你要把主要送祈祷 哇 我算个人 乡乡乡乡乡乡乡 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喔 祷告好像个 是一个求神的事情嘛 对不对 老爸好像跟真神求什么 我跟那个弟兄讲说喔 你知道吗 我比神还要大 你叫我跟祂祷告 哇 弟兄姊妹们听到这句话 嘴巴都闭起来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位师母 他就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喔 你竟然读了那么多本经 你何不再多 读一本呢 因为我那时候是道佛双修嘛 道教也要读道教的经典 还有佛教的经典 我会读很多经啊 我就问他喔 哪一本经 他就说 圣经 我等一下就逃端 立刻拉着我妈妈就走了 可是很奇妙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 我永远忘不了 我看到我妈摆在桌上那本圣经的时候 你能就服出这位师母的话 再多读一本经 又有何妨啊 我想想也对了 我就打开了圣经 这是我第一次读的圣经 就是这里的经典 那路加福音四章 三三到三十六天 直接讲到主耶稣赶跪 我看在这里 也很紧张 我说 主要说是挂跪 我跟我是同行 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看他要是怎么挂跪 你看 我们看他怎么赶跪 我读就好 在会牙里有一个人 被误会的领覆着 大声喊跳说 哎呀 拿上了人耶稣 我们与你何干 你来除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便赐了他说 不要坐生 从这人身上出来 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 就从他身上出来了 一点没有伤害他 众人都稀奇 彼此谈论说 这话是怎么回事 他用权力和能力 命令污里 污里就出来了 我看到这段经节 我惊讶到说不出话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怎么看过两个人 像这样的光鬼 没有啦 我跟你说 我自己就是光鬼师父 没有 我们师父赶鬼啊 第一个要怎么样 赶鬼平平法令 对不对 谁大谁小 一下就知道 电影那是假的 不要看 平平常都是假的 一下就知道 哎 法力比他不好怎么办 赶快 写符 没他的符 增加我们的法力 他再比不过怎么办 拿法宝啊 法宝再不行怎么办 烙法 烙法 真的烙法 真的 我们跟鬼队斗法力的时候 你身上受的伤 灵界的身上受的伤 肉身上也会同样受伤 你没老婆 就知道 但我怕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看这个人 耶稣 讲话命令 哎 出来 乌鬼就是要听他出来 我说 温书无奈 我讲龟疯 对不对 我说这个 哇 这人是谁啊 我就继续读下去 四章四十一年说到 温书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赐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神的受告者 所以呢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 哇 我想说这鸭槽是神的鸭 神的鸭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真的突然 我听到吗 就说神的儿子 真厉害 所以我就很慎重的 翻到新约圣经的头一卷书 就是马太福音 从头开始看 就说马太福音啊 就多次说到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说耶稣是谁 只说他是神的儿子 你们知道我 我不懂在哪里 我不懂在于说 什么是神的儿子 不是啊 后来我才搞懂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笨 我才知道说 人生的是什么 人生的是人嘛 专门是人嘛 一定是人 人生出人来嘛 那神生出神的儿子就是什么 神啊 你看我这么笨 你看我那时候才搞懂耶 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神啊 那换句话说 这个耶稣赶鬼啊 他是神在赶鬼 他用什么赶鬼 我后来抓到两个名字 第一个就是什么 权柄 第二个是能力 我们要跟鬼比例能力 一下就知道 那是能力的问题 但是神出了能力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权柄 哎呀 我就想到了什么事情了 你们还记得 我们师父跟我讲道教的那个观念嘛 神明是怎样的 好啦 假心了 去做神 懂我的意思吗 啊 我才懂得 哎呀 因为我师父讲到隔位的问题 原来喔 我师父 跟鬼 连变来变去 有些变来变去 我们隔位都是一样的 我后面的神明跟鬼的隔位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之间只有能力的问题 没有权柄的问题 但是这位神 他有权柄嘛 啊 所以他能够吩咐他出去 连鬼都要听他 都要听他 哇 我那时候想通这个 这个点喔 我实在兴奋得不得了 我每次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都好兴奋啊 因为我说 哇 唯有主耶稣是真神啊 哇 我那时候真的好兴奋 一直跟他讲 我跟他讲什么都不得了 结果那个讲话 竟然是我第一个 对主耶稣的祷告耶 我跟他讲什么真的都说不得了 但是 我知道了 最后我跟他讲什么 最后我跟他讲 我知道的是 真是 我真是不相信 但是我没懂 有什么呢 有什么我没懂 我是一个祷告的师傅耶 师傅那些人说 就变小了 真的 就算我想学 我这一身的法力 我该怎么办 对不对 我师傅怎么办 我在庙里面 他有一些心咒 怎么办 他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可能消息 但是我知道你是真是 你是真是 但是我没懂 很奇怪的 隔天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全身法力都消失了 我走到你心里 有法力的时候 鬼都来找我 还有比面白色 看谁 更厉害的 结果耶 诶 我办 下了半死了之后 冷静下来 发现我眼睛还看得到 法力不见了 后面的师傅不见了 眼睛还看得到 但是看到的鬼啊 都远远站了 我敢靠过来啊 我说 哇不得了了 我就故意走出去试试看 哈哈哈哈 真假 哦 我告诉你啊 以前是鬼 看到我都拼过了 现在都闪了远远的 哇 我心想说 这是怎么回事 鬼都怕我啦 哎呀 结果耶 我想说 这是不是昨天跟耶穌顿 那个讲话有没有关系啊 会不会耶穌叫我回去聚会 我想说 哇 那不可以了 我是师傅卡通来 想到我去改成了 结果喔 我等三天 等五天 那一天 师傅都没卡通 我啊 我们一个礼拜 是五天在一起了 三天开庙 两天练风 一个礼拜五天在一起了 一礼拜都没卡通来 你说这是亚洲座的 那真正是一座的啦 我跟你说 八零八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去聚会了 聚会里面啊 我就看到这个前后的不同 你看 教会里面灯光明亮 对不对 道坛里面要我们的时候 黑暗暗 阴萌萌 叫淹泵泵 泵泵我公义不知道怎么用 我知道 用淹泵泵 泵泵泵 淹泵泵泵泵泵 那国语很能表达出来 淹泵泵 好不好 然后呢 弟兄姊妹身上都笑容耶 那些信状 都是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对不起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碰到的那些信众 有事情要来找书 一定是有事情 有事情要来大家都知道 不笑皮 对不起 我都在这边 来自家处理所 他也是这样 好啦 谢谢啦 也是这样 很爱玩耶 这样就走完 对不对 然后以前啊 我是不安担忧 现在很难熄的 这么大的感变 所以啊 我在那里 就开始很积极的去追求 我什么聚会都去喔 小牌聚会 读经聚会 祷告聚会 祖日聚会 还有什么 家聚会 什么探望什么 只要人家说凯燕 一起来去 我都好 我恶化不说 我就答应他 我就一直去 因为我去的地方 都没有看到鬼耶 弟兄姊妹的家里 教会里面都没有 而且啊 我到那时候那边啊 都没有鬼来烧到我 我就觉得 哇太好了 我就一定去 虽然我还看得到 但是我一定去 就这么追求追求追求 到这个 我读那个 开始读圣经 追求好多点 我觉得太享受了 因为里面啊 很多真理都是在 我在道教的时候 我问师父 师父都明白 我回答我真理 都在圣经里都寻出来 所以呢 我在那边就很享受 这个教会生活 所以那边跟朋友们 分享两个点 分享两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国度的不同 国度的无感 无感的国度 对 年轻人 我们这世界上有几个国 有人有 有想几个国吗 一百多 还是两百多 都有 但是呢 就我的经历来讲 这世界上 只有两个国 我们来读圣经 俄罗西书一章十三节 里面说到 他拯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入 他爱死的国里 这里说到两个国 一个是黑暗的权势 也就是爱死的国里 黑暗国 和爱死的国 我们的国度 无感 真的 我的经历来说 因为我们第一个 是不只看得到的世界 对不对 另外还有看不到的世界 你们看不到 但是有些人都看得到 像我 还有其他人 他们看得到 这世界就是 这两个国度而已 真的 而 看不到 那个属灵的灵界里面 还有两个国 跟这世界都是一样 就是一个是黑暗的国 一个是爱死的国 我读过这段 我说阿们 对 的确 这世界上 就只有这两个国 所以 之前我在那个黑暗的范围 所以 搬家 我的牧师的搬家是很累的 但是啊 属林的搬家很喜乐 好不好 所以在那里啊 我有一个神圣的亲密 再来 第二个 我要见证生命的改变 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读到《非安福音》十章十节 那里说到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这起祝共会会了 那 我很顿啊 不要忘记了 我很顿 我想说 我本来就有生命了 为什么神来了还要叫我得生命 有没有 你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神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本来就有生命啊 不然我根本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各位有没有生命 有嘛 你们都是有生命的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 原来 希伯来说啊 生命有分三个生命 第一个 它是virus 是身体的生命 我们这个神父的死命 神父的 那么再来说 福苏水是魂的生命 魂 那魂哪里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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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灵魂 灵魂 灵魂 灵魂的死命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virus 是灵神的生命 有这三种生命的讲究 所以我再回来用清醒 大家说 神说 他来了叫教养得生命 是得哪种生命啊 对啦 就是要得神的生命 哦 我才知道 原来我相信主呢 我相信耶稣呢 我就有神的生命来了 好 太棒了 那这生命要干嘛呢 继续来看 非常棒 科研多三章十六节 他说啊 我们是神的殿 神的人要住在我们里面 他人家说 这生命是要住在我们里面的 好 再来下一个基点 他说 末后的亚当车调 赐生命的人 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 他要干嘛呢 他要分赐生命 他要分赐死命 出死命 那他干嘛 赐生命的干嘛呢 这个后世人说到 他叫我们啊 为什么呀 渐渐变化 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 从容教到容教 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换句话说 这个神的生命 住在我们里面 他要分赐他的生命给我们 是要叫我们变化 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 我读过这里 哇 真好 原来我得 那个 还记得我隔天起来 法力都没了 可是鬼都怕我啊 对不对 他不是怕我耶 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怕我 住在我里面 那个神的生命啊 对 他这样可以明白吗 好 我就觉得他太棒了 原来是他怕我 这个神住在我里面啊 然后要变化我们啊 真的耶 他变化我们耶 我先讲外面的变化 你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恢复前的 那年照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 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长得不太一样 我比较像屠夫啦 我觉得 各位觉得像屠夫 像不像师父 像 像 像 你看这个 哎 差别 好不好 这是不讲 这是我太太 这个不是我小孩 这是我的甘女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你看这个 有个好多吗 你是我最厉害的 不好 但是那是过去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过去的事情 你看 外面有这么大的改变 里面呢 我要聚会聚会 什么会都去了 我去了两年后 有一天啊 我的眼睛 就完全看不到 我一张眼睛就这么 很自然 就脱去了 我再也看不到 所以待会会后 不要来问我说 乌迪兄 你现在还看得到吗 因为我看不到 哈哈哈哈 又来说 真的看不到 我再提一个点 不好意思 还有时间 对 还有时间 我再提一个点 变化不止我 我恢复聚会之后 我太太啊 在三个月后 她也在一次的爱业里面 爱业就是说 请你来吃饭 吃饭我 算了 有一些子妹就说 哎 毕君 你差不多了 哦 要信主啊 我太太就在那里看 我到那里看 哈哈 我太太不懂 知道 你知道吗 她就这样 被半推半救的 她就去受禁了 所以其实她受禁的时候 她是不知道什么 牙缩什么 都没有 她没有感觉的啦 但是信主之后 她才开始有改变 真的 她是信主之后才有改变 受禁起来就不一样 不要看她这么的温柔可爱 她性格很烈的啦 她很温柔喔 偷偷讲 不行就直播 发现 已经播出去了 已经播出去了 那就只能播出去了 她很温柔 她很温柔 我们披衫就 披衫 那披衫 那披衫 披衫 披衫 就披衫了 那这样嘛 对吧 我太太不浅了 我在披衫的时候 我把她披衫 她说 你披衫在那里看 我说你披衫 那披衫 那披衫 你看 你披衫在那里披衫 真的耶 我觉得应该搞了 诶 这是一小点而已 其他不能讲太多 一小点而已 所以我们夫妻生活 还记得我是哪一年 结婚的吗 因为 记忆真好 然后 到那时候04年 对不对 那个是我 最失望的时候 因为我跟我师父 在那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然后 我知道我已经没得救了 然后呢 我也绝望了 所以在婚姻的事实上 我也记忆的很差 心情不好嘛 心情不好 那白天在公司 又是高级就怪了 晚上在庙里面 又是人家叫师父 心生高傲 所以回到家 我没有讲的 你怎么会听啊 对不对 就是跟他讲 把他当成那个 低低的人 低的人在看 真的是这样 太骄傲了 人一骄傲就不行 所以那时候很常吵架 吵架到一个地步 要离婚了 他说 我要跟你离婚 我说 老婆 我怕你嫁妥出去 你看这个 不知道谁嫁妥出去啊 真的耶 那时候吵到这个样子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我恢复聚会之后啊 不得了 这些都改变了 我太太都跟了得救 我们中间就好像有一个 润滑记在那里 润滑 本来啊 吵得不可开交啊 夫妻利益啊 怎样好不好 就在那个时候啊 一个幸福 我们的信仰彼仰 然后在那里 我们有神做 我们中间的润滑记 夫妻生活啊 就从大草变中草 中草变小草 到现在 想草都很难草 真的 我可以做见证 一两个喔 很坏腻的喔 不是说很坏腻的 很大声 拨拨的就 拨得出来 也草不下去了 怎么办呢 感谢主持 就是这样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是莫当无名的变化 所以信这位耶稣喔 不是别的 而是为你带来 生命的变化 和改变 那今天我就 这是见证 我的改变喔 感谢主 也希望你们 能够在今天 就有一个 神圣的搬家 搬到神 爱死的罗宁 我来讲 天天可喜乐 谢谢